日前 江门市委书记 市人大厂委会主任林应武 深入台山东徽小学华侨文化博物馆开展调研 市领导李慧文 陈瑞琪 温嘉林分别参加调研 在东徽小学 林应武边走边看边听 认真查看了教学楼 运动场 科技楼 体育馆 学生宿舍 教室公寓 公共食堂 每到一处都详细了解设施配套 开放使用等情况 对学校优美的教学环境 高质量的设施配套 林应武给予充分肯定 东徽小学是落实江门市委321工程的项目之一 是满足群众对优质学位需求的民生工程 学校于2017年11月动工建设 2019年9月全面投入使用 占地面积4.3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1.5亿元 学校建筑风格现代简约 色调淡雅温暖 基础设施先进 功能配套齐全 共设6个年纪 48个班 可提供优质学位数2160个 林应武指出 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要继续加大投入 引入名师资源 提升办学水平 打造一流的优质名校 同时 要压紧压实校园疫情防控责任 加大卫生宣传教育力度 让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并通过学生影响家长 带动全社会增强卫生健康意识 在华侨文化博物馆 林应武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各个展厅 仔细了解了展品布置 场馆运营等情况 林应武对华博馆文化建设基于高度评价 他表示 要继续深挖华侨文化资源 在文物征集 内容展示等方面下足功夫 传播台山声音 讲好台山故事 全面展现桥乡的优秀历史和特色文化 华侨文化博物馆 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米 布展面积约8000平方米 项目投资1.5亿元 整个展馆包括华侨文化历史陈列和台山城乡规划建设展示两大部分 通过超百件华侨文物展示配以精致的复原场景 先进的声光电技术 把华侨文化与历史故事娓娓到来 同时整合浓缩桥乡历史 特色民俗和飞衣文化 让观众直观了解台山 是海内外同胞了解桥乡悠久历史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城市窗口 本台综合报道 本集完整个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